我是奧客 我最壞的經驗是 我有一次就是我才剛染完頭髮 然後我就去飯店 然後我就洗頭洗完頭之後 我就包那個毛巾 結果毛巾包完一攤開 一人小嫌分享自己曾經不小心 弄髒過飯店的毛巾 而他聽過的例子當中 最離譜的是這種奧客 天啊 怎麼那麼臭 而且我想說這應該是寵物 在門外大便 然後我們在那邊找尋那個臭味的來源 就看到地上一層黑黑的 就是做這影片的目的 也是希望消費者可以將心比心 然後我們出去外面住宿的時候 把垃圾放垃圾桶 這樣就好了 小嫌曾經想和男友金剛一起開民宿 但是現在幾乎大笑了這個念頭 因為建民宿實在沒有想像中容易 而哪幾種客人 民宿業者最討厭第一名是 比如說一個房間 已經有三條被子 他還要再加三條 總共六條 他就會跟你嗆一句話說 你不給我就給你負評喔 還有在房內偷抽煙 不然就是發酒瘋 都非常的夠浪玩 酒喝下去了 大聲喧嘩 造成其他客人的住宿的環境品質不好啊 而且有時候在房間裡面啊 他甚至會嘔吐啊 幹嘛啊 整個房間都亂七八糟 有些業者會在訂房虛之裡 明明白白的寫著 如果想要撤腰狂歡 喧鬧飲酒 本民宿不適合也不歡迎 希望客人自律 但對民宿業者來說 事前的篩選實在有困難 畢竟沒見過面很難知道人品 但其實業者還是老話一句 將心比心 你自己在家不會做的事 到外面住宿也不要做 三零新聞廖國雄何正鳳 嘉義屏東綜合報導